大家好,我是6B班的梁媛媛 我是6B班的關家琪 今天我會為大家解釋兩題速率題目 妙麗和小欣比賽跑步 妙麗用了4分鐘跑了600米 而小欣用了4分10秒跑了630米 那他們的速率哪個最快呀? 嗯?我知道我知道 用600除以社用份送線來代表 然後再入了它就等於1分150 那妙麗的平均速率就是150mps 而小欣的平均速率就是把路程除以時間 就是630除以4有60分之10 我們又要把4有60分之10先化為減份數 然後就把它變成假份數 答案就是等於630乘以25分之6 630除以25就是等於25.2 然後我們要把25.2乘回6 答案就是等於151.2mps 這答案就是小欣的平均速率比較快 咦?不是喔!好像答錯了喔! 正確的方法就是要把分分鐘乘回60 所以就是600除開庫湖4乘60 答案就是5mps 而小欣的路程是630 所以就是630除開庫湖4乘60加10 3庫湖 但是由於答案是有很多循環小數 所以我們要把它取至小數點後兩位 答案就是4.85mps 所以就是妙麗的平均速率比較快的 對 對 3 好了,那輪到我問一下你了 飛機以750kmh的平均速率飛行 於限就1點出發 下午4點到達目的地 飛機飛行了多遠? 由於是1點出發 4點到達目的地 所以時間就是3小時 速率就是750kmh 所以就是速率乘回時間 就是等於路程 速率是750kmh 時間就是3小時 所以750乘3就是等於2250kmh 所以飛機飛行的時間就是 飛機飛行了2250kmh 多謝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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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